传载四百家号作者,巴舒狗在西部决赛实力之后,休斯顿火箭下天进行了大化血,球队放弃了33岁的阿里扎,32岁巴默特,引进了28岁詹姆斯·恩尼斯和34岁的卡梅隆·安东尼,在封线位置上,火箭相比上赛季已经是焕然一些, 同时也加入了不少的新兴血液,在一号位上,他们拿下了麦卡威,它将成为灯泡之外的第三传球点,新秀梅尔顿也能在后场上给予球队防守帮助,同时巴西杜兰特塔伯克洛的加入,也让火箭面对杜兰特,是拥有了一个秘密武器,这个身高2.06米的风险,拥有2.31米的恐怖臂斩, 在此前日或拒绝了火箭关于蓝安德森的交易,从这些也可以看出火箭夏天野人几乎是到此为止了,莫雷克操作的空间不大,而接下来火箭的方针就是磨合,并开始训练以备新赛技,就在今天火箭的基石詹姆斯·哈德就已经制定好了计划, 他会在休斯顿慈善活动结束之后,带领队友们前往巴卡马,进行一周的篮球加娱乐活动,为即将开始的训练营提前做准备, 说是去训练,其实哈德最主要的目的,就是通过和队友们玩玩闹闹加深一项感情,并把新员们带进球队中,算是特别的欢迎仪式和见面礼, 哈德说道,我们会一起聊聊篮球,聊聊生活,我们应该会度过一段美妙的时光,把其他那些人也都带进来, 詹姆斯·恩尼斯和钱光卡梅隆·安东尼,就是想让他们在训练林开始之前就先适应一下,这也是我们需要的, 在去年我就这么尝试过,我们也是去了巴哈马,今年我们还是去那边, 就像是那时候我和克里斯·保罗一样,我们待着一期很长很长的时间,我还和坦克一起去游玩,这绝对加深了我们的感情, 所以这绝对是一个好的办法,很显然的是,这就是哈德独特的沟通技术,通过吃吃喝喝,娱乐休闲的方式培养其友情, 让大家都大成一片,这样的话更衣室就不会有什么矛盾,之后再准备一下训练林的磨合问题, 火箭这些新人马,就可以快速的融入球队并领成一条绳。